今天是10月24号 A股收盘走出了一个 缩量下跌的行情 盘中题材股表现强势 尤其是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半导体板块 芯片相关概念股卷土重来 掀起涨停潮 那么到底是新一轮上涨还是有多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这期视频就科技相关板块 做一个解录 简直前评论区一波 爸爸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点点赞加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的走势 在昨天就跟他说过半导体板块 在高位出现连续几天的冲高回落 然后面临着五日均价线的一个支撑 对我们要注意 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 低开高走确实是这样子 今天直接就是什么 开盘是低开的 开盘就是什么 冲高 那么整个的半导体板块今天涨幅不是很大 而且还是缩链的 那么这里怎么理解 昨天跟他说过半导体有没走完 没走完 他能够守得住五日均价线 还是属于强势周期 还是属于强势的上涨阶段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找准核心票做一个跟踪 能力强的做新龙头 能力弱的跟踪老龙头 做一个反出法谈 是没有问题的 节奏趋势方向是没有变的 包括芯片概念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他们很多的概念都是属于叠加的 他们走势几乎是同步的 那么我们可以盯紧了芯片相关概念股 从市场反应来看 这个毫无疑问 是市场目前最强的板块之一 他们这个强势度比谁还要高 比谁还要强 比大金融还要强 比证券还要强 对不对 大多知道我们的第一轮上涨 涨了1000点 那么从2600多 27左右到3600多 在一进1000点的涨幅 核心的就是什么 就是证券 多元金融 互联网金融 及半导体芯片在这些板块 所以说白就是什么 就是金融加科技 那我们也显得芯片 作为科技板块的核心 它的涨幅更大 走势更强 我觉得没走完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对于芯片等相关板块 大家记住 以DC为主 默契来看 整个的板块人气非常旺 说明什么 说明的赚钱效应非常之好 它在不停的轮动 我们看个股的情况 大家仔细看 今天的芯片概念股有20 30厘米有两个 20厘米也有好几个 整体来说市场的梯队非常多麻烦 那么接下来怎么看 我们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 扭住新核心 你比如说今天有两个20厘米的 30厘米的 一个是铜汇 还有一个是什么利尔达 说真的 芯片又是叠加 北交50的 这种走势是非常是强的 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 对不对 一定要盯紧的高标的 做一个博弈做跟踪 尤其是叠加题材 叠加热点 叠加科技的 还有大家看20厘米的也有几个 那么20厘米的话 这个富乐德就属于什么 属于这个重组的 这个利好 那么像这种的话 它短期是属于放量了 那么放量 那面临着什么 面临着弱转强 或者说面临着这个接盘的风险 所以大家在套路上面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留意 整体来说 我们要重点盯紧的是什么 是新的人气核心票 目前来看高标的话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 你比如说像华领 还像什么台积 这些表现都是非常之什么 非常强劲的 你比如说像台积 它趋势非常之不错 非常之什么强劲 它是沿着五日均下线 还是属于一个什么 上涨的周期的 朋友们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留意 好 还有10厘米的 10厘米的话 今天也多支票也是什么 属于强势涨停的 朋友们 10厘米的票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盯紧的这个新人气核心 什么叫新人气核心 就是涨停的 以后整个的人气又比较旺的 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 那么就是我们的重点 那么从今天的盘面看 后一问新人气核心是谁 大家都知道吧 上海贝林 这个票的人气是非常旺的 昨天是什么 一个大银棒撒跌今天直接是一个什么 一个反包 技术派都知道这个叫反包 所以反包是为什么 是说明这个多头的这个人 这个方向 明显的是属于进攻的一个走势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变化 好 那除了这个上海贝林之外 其他的一些新苹果 今天表现也还算不错 整体来说这个方向还是值得特别 注意和更重要 大家看前新龙头是谁 大唐定性 对不对 大定性的话 在经过的一段时间的调整后 今天再次创新高 看这里 昨天涨停 今天直接高开拉伸 所以芯片概念股 仍然是市场的重中之重 我前提了很多回 能力强的做新龙头 能力重的做老龙头的低吸 你像这种 大唐定性就是属于老龙头 如果你在老龙头这个位置去做低吸的话 这里拉起来 你不就获利了吗 你不就拉起来吗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细节 注意这个重点 好 那除了这个 芯片半导体今天回暖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华为概念股 今天在尾巴也出去回暖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科技方向 前期的我跟大家讲过的核心品种是什么 是谁 芯片 华为人工智能这些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华为概念股在今天的话 也是出现明显的回暖 我们不说别的 就说今天有一个地铅板 就华丽股份 它就是属于这个方向 我们看到华为板块 它进阶走势也是非常之强劲的 面临前高的压力 今天也守住了五日均下线 怎么理解 朋友们不必要纠结 不必要担心 华为整个方向的话 后面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它涉及到是有很多的一些叠加题材 叠加的板块 我觉得这些方向一定要重视 朋友们 调整就是机会 不要怕调整 那从市场反映来看 华为概念在今天的个股 30厘米的有三个 20厘米的差不多有两个 那么10厘米的也有一大片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是注意的是勾位要小心了 勾位的不要去轻的 最后你看像同贿 就是属于叠加起来 叠加芯片 叠加半挠体 叠加华为对不对 那么原创数据也是属于创新高的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叠加题材会走的更强 走的更好 百交所的话 今天暂时爆发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新的核心票 我们要注意 你看今天涨幅居情的 我们从下面往上看 今天涨幅居情的是什么 基本都属于低位的 说明什么 说明很多是种补涨的 对不对 很多是补涨的 那么那些涨了很高的 涨了一倍的 或者涨了几倍的 那些就需要注意 需要谨慎了 目前来看 华为概念股的话 是一个高低的切换为主 轮动为主 那么新龙头会是谁 能干三四厘米的 也可以考虑三四厘米 那么干不了三四厘米的 怎么办 那二十厘米的 今天只有一个亚康股份 所以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亚康股份就成为了什么 成为资金关注的一个焦点 资金关注的一个重点 这个是东处新算的 算力的华为深层的这个方向的 所以它有望继续走强 那么短期的话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但十厘米的更多更强 你比如说今天十厘米的以后 多少支票出现涨停 那么从市场目前反应来看 我觉得保新科技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明显的一个什么 一个突破性的上涨 那么这个票股心又比较活跃 今天是属于一个放量涨停 那么明天就存在了一些弱转强的机会 它短期的话位置是比较好的 价格比较便宜 总市值又比较低 所以在操作方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这些低位的低市值的低价的票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的腰股 几乎都是除了这一块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小心这种类型的票 什么就是这种华丽这种近期暴涨的 也要出现这种什么连续涨停的票 那么这种的话就是属于腰股系列 腰股系列大家都知道 暴涨容易暴跌 容易什么 容易吃大面也容易吃大肉 整体来说市场的行情 属于一个非常火爆的状态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你是做短线吗 做短线你就盯着最强最强的票去做个跟踪 如果你不做短线的话 你做波动的话 就可以考虑新人气票 或者说老的一些这个人气票的一个什么 一个潜伏和低息 整体来说 今天的市场 强劲的话 你看像长山百民这种什么 这种老的一些人气票 也出现明显的这个回卵 出现一个什么探底回升的一个什么 一个大阳线 对于这个方向的话 一定要盯紧 一定要抓住核心 像这个什么 成绩相加 昨天冲高回头 今天就是一个弱暖墙加速 对不对 像这种就是明显的就是一个核心龙头 像这种就是属于什么龙头中的龙头 我们一定要盯紧了 一定要盯住了 除了我刚才讲的芯片华为之外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方向 人工智能 这些都是直达住的 领导人工智能缓快的话 他今天的这个涨停的票 也有达到十几个 还有这个机器人概念 机器人概念 我在前期中里讲过 这个方向一定要盯紧的 一定要抓住了 机器人方向的这个空间 潜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道理抓住的这些细节 抓住这些核心 是能够吃着肉 说大有 莫像机器方向 今天有是吧 也是有两个月转了30厘米 10厘米的也有好几只 整体来说这个方向的空间 潜力非常之大 那我们抓住核心票 有望走出一波强劲的反攻的行情 对于科技方向 没必要纠结 有机会你就前逢 有撒跌你就前逢 拉起来以后 冲到高位了 你才考虑减仓 考虑撤退